2nd的希塔 就這樣來的 這個東西是2nd的積分 對希塔積分 就等於2nd的希塔加絕對值 如果是負的話 就要加絕對值 因為這個積分積出來 它一定是正的 如果是正的話 就不用加絕對值 所以呢 答案就是這個 我這個叫做答案